台灣歐雄再度上陣炒熱泰國台灣形象館的氣氛 為期三天的展覽 展出來自台灣的精品和美食 吸引三萬人參觀 創造出新台幣33億元的商機 這次來我們台商也都賣了很多的產品 台灣很多朋友過來高飛機產業 受到當地的歡迎 帶的這個產品都不夠賣 駐泰代表同證員到廠加油打氣 產品不夠賣可不是他開玩笑的話 有廠商的空氣壓縮機器 就接獲一百萬美元的訂單 還有按摩椅 才第一天就獲得整櫃輸出的訂單 台灣食品也相當受到青睞 短時間內就被搶購一空 帶來泰國台商的一個商機 還有台灣很多商機 而且把台灣的形象都展現在泰國 希望這種活動將來能夠繼續來舉辦 短短三天的時間 許多廠商訂單接不完 希望能夠再度舉辦台灣形象館 同時延長展出的時間